邓文迪,一个出身贫困的中国女孩,通过嫁给比自己大31岁的美国老男人拿到了终身绿卡,之后离婚再嫁,在第二任丈夫的资助下拿到了耶鲁大学MBA学位。 然后花光身上所有的钱,孤诸一致,买了张头等舱机票,遇见了当时香港星空卫视的副首席执行官,用一趟航班的时间拿下了实习生的工作,并在后来被认为传媒大亨莫多克的随心翻译,在一次短暂出差中拿下了这位大自己37岁的世界富豪,让莫多克心甘情愿与自己妻子离婚。 离婚时,莫多克的妻子要求邓文迪签署不能继承任何财产的文件,除非他以后有孩子。 当时的莫多克做过手术,丧失了生育能力,但邓文迪还是二话没说就签了。 不过在婚后,邓文迪利用莫多克早就冷冻好的精子,成功为莫多克生了两个女儿。 这两个女儿在她和莫多克离婚时,一共继承了280亿财产。 说到离婚,不得不提邓文迪的神操作。 当初她嫁给莫多克后,也算是一脚踏入美国上流社会,可以舒舒服服做一个扩胎,但邓文迪的野心远不止于此。 她凭借自己的出色的个人魅力,完美复制了丈夫的朋友圈,把丈夫的名流朋友都变成了自己的朋友,而且还组建了自己的强大闺蜜团。 于是尼克基德曼成了他孩子的教母,伊万卡成了他每年都要一起出去玩的密友。 俄罗斯富豪阿布拉莫维奇请他坐游艇,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他传绯闻。 有传闻称,正是因为布莱尔才对莫多克离婚。 但这也差不多了,毕竟离婚时莫多克已经八十多了。 离婚后,很多人都说邓文迪离勒勒莫多克什么都不是,但人家摇身一变变成了创始人,搞起了自己的事业,凭借之前积攒的人脉混得风生水起。 他创立的Arpsey被称为艺术界的亚马逊,成为了现在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交易网站。 众多大艺术家都和他有合作。 前不久,他还采访了马斯克的母亲,俩人大聊特聊关于和年轻人约会的事,毫不轻松自在。 邓文迪不光嘴上的,离婚后,人家确实一直在和年假帅哥约会。 当八十多岁的莫多克在迎娶五十九岁的超模时,五十多岁的邓文迪挽着三十多岁帅气的首席小提琴家李查·喜姆出席了时装周。 两个月后,他身边患成了二十一岁匈牙利南模。 对了,他比南模的妈妈还大一岁了。 更厉害的是,这些发生以后,他还能和前夫友好和平的相处。 不仅为女儿争得了财产,还能和莫多克现任妻子带来的女儿一起开开心心地吃饭过生日。 这份对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,让人不得不拍手叫绝。 很多人说,邓文迪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,就是一朵靠别人的兔丝花。 但也有人说,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到今天这一步,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佩的。 关于这件事,你怎么看? 。